基本上要這樣就有人手,有七個人 現在市面上某些大集團的點心 在工場做好交下來 就不可能沒那麼新鮮 中央工場那些是節省人手 請生手回來做少點事 做少很多事 薪金可能便會便宜一點 還有不需要樣樣的顏色 我們不是 我們這些師傅要有技術 工夫又多了 我們七個師傅都有十年做點心的經驗 有熟龍 腸粉 煎炸 按板 扮餡 椰檔 主管 我們每個位置都有分工精彩 一人看一個位置 出錯的機會便少些 好像好些 維持得水準好些 我們就比較新鮮 不會說擺隔夜 我們比較做懷舊的點心 就是豬餅燒米 千層糕 那些 因為懷舊馬拉糕 用料要新鮮 叉燒包 怎樣做 蜜汁叉燒 用燒尾部的大哥叉燒 切成一片片 連薑蔥爆香的叉燒片 把麵放在一起 要手切 麵要手插 天然發酵 叉燒包皮 有塊老腫 永遠不扔 留起來發酵 舊種 舊種 一定要留一些 用來做新鮮粉 我們每天要保持酸度 所以我們吃下去 又鬆又軟 不黏牙 作為一個點心主管 你的部門所有東西都要懂 指揮人們做什麼 安排他們做什麼 做什麼 所謂四大五大餡 就是蝦餃 燒賣 牛肉 排骨 叉燒包餡 我們回來 有新鮮的豬肉 叉燒包 通常我們選擇 是豬的梅肉 我們給傳統用刀 即是全部一定要用過刀 有口感 有肉感 即是有鮮味 切到指甲薄 有大尺寸 把叉燒包餡 吃下去 叉燒 咬到有口感 最重要是把叉燒包的麵 烤板全部都要包 即是蝦餃燒賣 醬粉果 菜餃 包蝦餃 最重要是皮薄 餡有汁 不要穿 一隻飽滿 就為之漂亮 真是萬公出細貨 包些東西要用心 初初做 個個都會通商 精龍 始終是精物 精物有水精氣 水精氣 大一點的東西 就要在下面 上面的東西 就要乾的東西 蝦餃 蝦餃不可以放在包上面 只會放在蝦餃上面 有時會滴毒汗水 所以紅酒 金錢土 一定要最大的 不能放在蝦餃上面 如果要滴水 蝦餃就不能賣 就可以了 有些蝦餃就蒸五分鐘就熟了 其他的白骨要蒸兩個字 所以昏花蒸 你要記得幾時熟 幾時沒熟 最重要是你 要有記性就行了 可以很長的漿油油 它浸透漿 因為漿油油會沉澱 放鬆攪拌勻 攪拌勻 攪拌出來 這條腸粉就軟滑一些 有單入就即做 如果拉叉燒腸 時間不用那麼久 因為叉燒本身是熟的 時間短一些 如果拉牛肉 時間要長一些 因為牛肉沒有那麼容易熟 蘿蔔糕 馬蹄糕 腹皮卷 或者鑼鐵 春卷 鹹水角 護角 即是炸一部 就保持新鮮度 我們的油 通常是日日新鮮 如果剩下的油 我們通常不會再用 用我們傳統的鍋炸 就是講求師傅的功夫 以及可以控制油溫 油溫去到中火 上一些 才把鹹水角放進去 等到鹹水角 起到泡泡 自己熟到差不多 它會浮起的時候 再開火 尿勻 炸到色水金黃色 差不多了 夜晚都有人叫做點心 我負責這個夜檔 我要全部點心部收工 我點心就只有一個人 晚上的單位 譬如售包 摩摩 陳餅 一班人需要齊心 如果有一個人搞不好 要幫他 他幫忙 不辛苦 我休息 有人定位 幫著他們看著我 哈哈 見一班同事 見家人 相識是一場緣分 大家齊上齊落 我們就共同進退 大家同事加油 暴力 沒有人想發生 但 耳武制暴 是我們唯一的出路 我們開場 時代革命 如用這歌 可以代表我 幫我為你教育 好